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合默契的Superfical登上歌手2019的舞台网友们听到这消息后 顿时像开了锅一样的咕噜咕噜直冒泡 那是无比激动 兴奋 并疯狂的欢呼 因为观众在深入人心这一百天的相互陪伴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虽然这个互动是虚拟的情感陪伴 也只是心灵感应上的陪伴 但充分证明 双方已经构建了情感意识上的交流 这只几乎是缺一不可的娱乐精神 你喜欢唱我就喜欢听配合默契天衣无缝的缘分 现在有了能延续这36位音乐使者的演唱 就已经是满足了 满意了 这个消息的公布似乎忙坏了热心的盟友们 各路神仙粉丝们纷纷猜测 随随将选入歌手2019踢馆歌手 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版本 分至踏来其郑云龙 阿云娃 王熙 高天鹤四子的呼声对口 但王熙曾经参加过《我是歌手》所以 大多数网友放弃了对他的猜测 有些网友认为 郑云龙和阿云娃已经是较有名气和影响力的音乐剧王子 也没必要参加歌手2019 希望他们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其他的战友 于是 又一波推荐狂潮出炉 多个四人版本应声而起张超 李文豹 迪李硕天 周深这四人也是一个版本 另外 彤卓 丁辉 南风 贾凡 又一个强有力的争夺阵律 其实说白了三十六子 各个都是顶呱呱 选择任何一个四人版本 每一位都能在歌手2019的舞台上大显神威 所以三十六子谁上都一样 对于小众美声唱法 能够真正参与歌手2019 使他们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演唱 具备国民度和传唱度 深入人心的节目 受全国观众的喜爱 也充分地证明了节目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所以他们的歌手2019才成 同样会呈现出充满艺术性和观赏性双重魅力十足的作品 不过如果四人选择组合 相互配合又默契地声线 演唱出重唱的歌曲 以十分清晰的高中低音的声部层次 来展示美声重唱的魅力 所认那将会是又一次深入人心节目的代谢 真的相信 这三十六子的能力 特别是之前的二组三重唱 这三十六子的能力